事已至此 苏秦也就直言相告了 苏秦来齐国 就是为了灭亡齐国 寡人昨夜还梦到苏子了 老了 夜半总是醒来 大王何出此言 大王还像当年一样 二十八年了 寡人的愿望 还是没有完成 谢无畏生 畏生宁愿拟毙 也不背弃承诺 苏秦 就是大王的畏生 岐王老子的真相 苏子该如何面对呢 有人告诉燕昭王 齐敏王后代苏秦 苏秦之心早已归齐 苏秦赶赴燕国 并明星计 苏秦赶赴燕国 苏秦赶赴燕国 这就是再来 苏秦之道 这是最后的相见 来吧 孙子 孙子 苏秦十六年的经营终于瓜熟底落 大于最终吞噬了鱼儿 齐敏王以举国之力灭亡了宋国 但齐军也损失惨重 齐国灭亡宋国 打破了列国之间的平衡 齐敏王一时成为众矢之地 齐国成了天下的敌人 燕昭王等待二十八年的机会来临了 公元前二百八十四年 燕国上将军越义率领五国联军 攻打齐国 大王 愿意率领五国联军 已入齐国境内 什么 苏子 燕国怎么会攻打齐国呀 你不是跟寡人保证过燕国永远不会攻打齐国吗 事已至此苏秦也就直言相告了 苏秦来齐国就是为了灭亡齐国 这是苏秦也认为燕王的承诺 这是小人 你 没想到我 是个贱人 该是个贱人 该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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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必是他 你想到我 应该是有无耻之徒 你 你是齐国的相邦 难道寡人待你如此不如燕王吗 苏秦被天下人抛弃的时候 唯有燕王 礼遇我 待我如手足 苏秦踏入齐国的那一天 这一天性命就不是自己的了 苏秦 你这个贱人 刺人 剃人 领教了 大王 杀苏秦 苏秦该杀 拉着去 成烈 生儿为人 苏秦足以 苏秦足以 苏秦 慢慢的礼堂 多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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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敏王做梦也没想到 长期以来 一直在身边 关心并帮助自己的人 竟然是最危险的敌人 战国时代 骗子荡道 恶棍航行 而苏秦完全是一个另类 他是间谍中的死戒 攻城则意味着身死 他以异己之力 影响了一个大国的命运 赤为知己者死 苏秦的人生 惊天地 气归神 人生 人生 忍生